国内治安状况备受关注 新北市地检署和新北市警察局 联手查获独销运输海洛英砖1172块 总重446多公斤 市价达新台币50亿元 这批海洛英如流入市面 最多可够500万人使用 新北检警掌握勤资 有一批自泰国以木材夹藏走私入境的海洛英 囤放在新北泰山区仓储 检警组成专案小组侦办 并于10月21号在囤放的仓储执行搜索时 发现可疑木条2500多只 拆开后赫然发现1000多块海洛英砖 警方随后溯源追查 再逮捕7名嫌犯 瓦解背后贩毒集团 新北市长侯友宜24号表示 这批海洛英来自泰国金三角 纯度几乎高达百分之百 他办案这么久 还没看过路上破获过这么多高纯度的海洛英 各位知道这批的海洛英 那叫做全世界文明的杀手级的海洛英 双丝地球牌高纯度 有百分之百高纯度的海洛英 每一个砖块都是375公克 准准的规格化 整个制度的过程都是严密的监控 行政院长苏贞昌 内政部长徐国勇 警政署长陈嘉青前往新北市警局 勉励办案有工人员 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面 苏贞昌表示 请民众放心 台湾警察 检察官都是一流的 政府会用尽全力 弃毒护台 从源头到台湾 这过程这是规常的证密 因此我们这一次 大家能破其证密 这可见大家真的是道高一丈 他磨就被我们破了 所以今天破的这些人 从最基层请警政署 应该破格都给予最优的奖励 请徐普达 走私海洛英砖共犯 林姓祖贤已潜逃中国藏匿 新北地检署发布通气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呼吁 判中国基于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协议 尽速将破坏全球治安的嫌犯 省之以法 中央广播电台 记者杨人祥王维霆采访报道